如何成为知识型 YouTuber? 第六集 语音与语音合成 语音是知识影片最重要的元素。 在观看影片之外,我们也可以单听语音来学习。 人声语音可以用语音合成软体来模拟,而文字也可以转成语音。 语音制作技术包括 录音、文字转语音、 旁白、说话、对嘴。 旁白 大部分的知识呈现是以旁白进行。 在旁白中,说话者不在屏幕上。 旁白通常只有一个说话者。 为了获得变化,叙述中可以加入第二个说话者。 有时候会有一个报道者在屏幕上,做报道或简报。 也可能有第二个报道者或简报者,已造成对话。 就像在新闻报道或作秀节目一样,一男一女是常有的组合。 语音 动画软体通常会提供录音功能。 但是我们最好用更专业的软体来录人声。 声音档案在汇入动画软体前要经过处理。 消除杂讯 消除杂讯可以减少清长性的背景声音。 并向机 3.16.154 wobble 3.6.146 3.167.158 正常化可使音频不会太大声、也不会太小声。 录音软体会计算平均的音量,然后决定最大与最小的音量和中间的层级。 When they reached at the ground they felt relaxed. When they reached at the ground they felt relaxed. 整个影片的声音,包括音乐和音效,可以根据其平均音量来做正常化。 语音合成 语音合成比真人录音来得方便, 但有可能比较缺乏表情。 文字转语音 TTS引行将文本转换为音速表示,然后将音速表示转换为可以作为声音输出的波形。 In a TTS engine we can choose a language and a voice, and set up the pitch and speed. 最好逐个场景而不是整个视频录制语音。 因为这样做,很容易在编辑。 某些软体提供男孩、女孩声音。 I'm very happy. 也可能提供特征的声音。 I am very happy. 有些软体用一种语言,例如SSML,来控制语音的表情。 I can pause. I can play a sound. I can play a sound. I can play a sound. 语音与语音合成是知识影片的核心技术。 在这一集中,我们学习了它们的框架。 有些技术,例如录音和语音合成,需要进一步研究。 I can play a sound. I can play a sound. 感谢观看